西部小镇突然出现一辆敞篷跑车 男人不紧不慢地从车上下来 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 整个剧组都在等这位巨星开演 每一场戏都需要导演亲自不给他听 当小帅听到有复杂的戏份时 他不满地指责 剧本太蠢 导演无奈地选择 按照小帅说的来眼 当他一切准备好后 还想拔枪耍帅 结果一步小心手滑把镜子砸碎 导演看到也没了脾气 只能等新的镜子才能继续拍戏 这时小帅推开门 露出僵硬的演技 他来到吧台要了一瓶威士忌 酒保掏出一瓶酒推了过去 导演见状只能喊卡 小帅把责任推到酒保身上 尽管众人心里十分气愤 还是得安抚他继续拍戏 专注的小帅勉强将酒接种 接着用力将酒瓶瞌碎 对嘴喝了起来 饰演剧场的小帅要和反派杰西进行对决 两人的表情 刺激 杰西快速拔枪 直接被打掉 导演露出满意的表情 只不过枪并不是小帅开的 他现在连枪都没拔出来 小帅好不容易把枪拔出来 他们采取全肌肉搏代替枪战 导演见状也热血沸腾起来 就在杰西要狠做小帅时 他就 微微出汗的小帅在一旁享受专人的照顾 导演向演员讲述杰西的死亡戏份 当演员听到要偷袭小帅时 他抗议杰西不是那样的人 这完全是为了衬托小帅的正派 小帅可不在乎死人的人设 只要他能正大光明就行 配角就是为了衬托主角而存在的 演员无法反驳剧组帝王的话 酒瓶喝下去时 上面的员工瞬间消失 躺在地上的杰西也消失不见 小帅喝下酒水怒喷 这是真的威士忌 他猛地转头看向后面 原本的剧组人员全都不见 就连身旁的人也是陌生面孔 就在他震惊怎么回事时 一个人急忙冲过来汇报 这个蠢货在说什么 杰西进来那场戏早就拍过了 小帅正想推门出去时 愣在原地 凶狠的男人推门走进来 男人介绍自己名叫杰西 不是那个扮演他的弱鸡 猛逼的小帅疯狂喊咖 但现实生活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这一次 小帅连连摇头认错人了 已经证明他的身份 原本的局长应该是男子汉 小帅却是弱不禁风的弱鸡 他再也没有片场里的傲气 感到无趣 杰西决定先来两瓶威士忌 小帅接过酒瓶 却怎么都敲不碎 杰西猛逼你干嘛 尴尬的小帅 只能用力狠狠一敲 酒瓶直接整瓶碎裂 随即杰西掏出烟袋卷了起来 小帅却把烟丝全倒了出来 此时杰西已经把烟点起来 小帅还没有把烟卷好 他不想再浪费时间 直接用手掌把烟枪灭 酒吧里的人急忙躲了起来 小帅还搞不懂怎么回事 殊不知这是杰西要动手了 但他却不急干到小帅 西部剧让小帅获得了艾美奖的提名 但小帅不仅连枪都没开过 也不会 制服敌人 小帅支支吾吾解释 其实他恐高 那都是替身拍的借位镜头 杰西听完不想过多废话 小帅打着西部的旗号招摇撞骗 他每周都对付输不完的坏蛋 无一例外全是大获全胜 所以杰西才会到这里 这一次 他会 杰西便宣布开始 他倒数五个数 就要一决胜负 害怕的小帅连连推脱 可杰西就像死神一样不容拒绝 见解是不成 小帅开始求饶 他上有八十岁老母亲 下有全国无数的粉丝 杰西不能这样对待他 无路可退的小帅开口大喊 范茫的想拔出手枪 可却 在地面上 杰西都不敢置信 这个男人提名过两次艾美奖 崩溃的小帅急忙求饶 只要能放过他 他什么都愿意做 这时杰西饶有兴趣地收起了枪 他不打算去小帅的性命 但从今往后开始 小帅要好好演戏 不能再继续耍大牌 接着 杰西点燃一根烟消失在原地 小帅猛然转头发现自己 回到了片场 剧组的人不解这位也又怎么了 显然他还没从穿越中缓过神来 这时 小帅的经纪人找上门来 他疑惑地推开门瞪大双眼 杰西兴奋 他们又见面了 小帅震惊刚刚的经历不是幻想 杰西表示 会在拍摄上 随后他要求更改杰西演员的 只能同意更改戏份 接着他被杰西从窗外扔了出来 杰西成功地重伤逃跑 没有使用替身的戏演的很好